重點就是說,原來我們看到這些東西,我建議你就直接跳到JsonEdit,然後把它貼上 主要大家要熟悉的就是這個介面裡面的Core Core就是說它的程式,所以你把它貼到這邊來,Ctrl-V 它貼的時候可能因為資料量比較大,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下,它就把資料傳過去 傳過去之後你只需要再把它切到Tree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很多問題就解決了,因為它的結構就很清楚 原來它的結構就是外面是一個串列,所以我們抓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Json,如果是用那個連結的話,就JsonLoss 然後跌到一個List,也許叫List1裡面 然後再來裡面的話,就一個一個把裡面的什麼 815個字典,它後面是一個大瓜弧 那大瓜弧你會發現,點開來它會告訴你,Key的話是這一個,Value是後面這一個 KeyValue,KeyValue,其實大概結構就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掌握好之後的話,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第一步的話,我剛剛講過了,那我們今天的練習,不是要用那個什麼 當然你可以先練習看看,假設說我要抓的話,你可以到0601裡面的第幾頁呢,這邊有27頁 如果我今天是要抓資料,這邊也有,我們可以複習一下,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Input什麼啦,Request跟Json,然後用Request去Get剛剛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的話,把它貼到這個Get後面,然後編碼方式UT8,這個是打從部分 所以也許你可以什麼,再等一下複習一下,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先把這個東西先做了,第一步完成了 那第二步做什麼呢,第二步的話就是再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把它抓下來,那抓的方法的話,我們假設全部抓 不是全部抓啦,我假設一樣是抓什麼 總共其中的四個欄位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欄位裡面沒有編號,所以我這邊又多了一個 我增加一個編號 那編號的部分的話,當然就是底下這一段程式 那其實也是上一次我們講到的,裡面有哪些重點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我們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活動名稱、演出單位、起始日期跟結束 後面記得啦,因為我將來要輸出成那個就是CSV好了 但是呢,因為如果假設我沒有多一個編號的話,看起來會不清楚 所以後面我其實我有多加一個編號 那至於這個編號怎麼加,其實我是多一個變數啦,這個等一下再看好了 然後,也許這個編號等一下再加好了 假如說呢,我今天先不加編號,我就是先把它print出來好了 比如說,那我怎麼print呢,其實做法一樣 第一步的話呢,用JsonRow加S,JsonRows 把這個網址裡面的東西先幫我抓回來 然後呢,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它這個用JsonEdit裡面可以看到 它這邊基本上,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array,所以它是一個陣列 OK,那所以呢,我們對應的話 JsonRows前面,你會發現我變數名稱 就是一個list,什麼,list1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假設 如果以後是,它不是upjet upjet的話有沒有 或者,後面其實可以看就是 它如果是大瓜虎的話 那可能我的變數名稱就叫做DICTE 有沒有 那主要是說,對應到它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那第二個的話 它這個裡面呢 這個串列裡面有815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大瓜虎 而且21個欄位 那所以呢,我後面就做了第二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就是把它再全部抓過來 那全部怎麼抓呢? 總共815個,對不對? 然後我就跑一個回圈 因為全部抓的話,一定要for回圈 那我用for each的方法 在這個串列裡面的所有的 叫什麼呢? DICT 這個變數名稱自己取的 我取叫DI 也就是在這個串列裡面的每一個 你就幫我一個一個把它提取出來 提取出來就是什麼呢? 我要把這些東西抓 那抓的話不是全部 我只要抓其中的 我要抓的前面這個 前面是key,我不要key 我要後面的東西 所以後面又多了一個動作 我只要後面的東西 所以後面的東西 這個有沒有 後面的是value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DICT.values 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說我只要後面 我前面那個什麼 冒號前面那個key 我不要啦 所以呢,我就把這21個 所以回來的話一定有21個value 然後呢,抓過來之後 因為它是字典 它不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串列的話 那你必須外面再包一個list 給它轉型一下 OK,它就轉成串列了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啦 然後呢 但是我接下來 我不要21個 這個全部都一樣 我只要第幾個 剛好算過嘛 這個應該從0開始 0,1,2 所以這是2 然後3,4,5 所以是2跟5 OK 然後再來的話還有什麼呢? 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所以它的位置呢 所以我記一下 有沒有 它編號剛好是 2跟25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那最後一個應該是 全部21嘛 所以呢 最下面應該這個是20 這個編號應該是20 應該從0開始 所以呢 這20 那這是19 18 所以我大概知道了 它的index 我要的東西 一定是在第二 跟第五 然後呢 跟第18 跟第19 所以呢 我要的東西 我抓就好了 所以呢 我底下 你會發現 我寫這個地方 就是print什麼 有四個嘛 四個大瓜糊 那我就分別抓 這個串列裡面的第二個 不是第二個 應該是第三個 應該是第三個 因為index從0開始 第三 跟第六 還有跟第19 跟第20 有沒有 就把這幾個 因為有21個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我們像 上一次練習的 如果全部都抓 那陳日就不得了了 就要寫一串了 那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說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就抓最重要的部分 等於是二、五、十、八、十九 然後呢 把它放到 這個大瓜糊裡面 把它print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結果 OK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地方 把它執行一下 那理論上 它就會從網路上幫我抓下來 然後把它丟進來 不過呢 它這邊有出現什麼呢 你這邊有 這應該有錯 什麼錯呢 他說 list,index,out of range 串列的那個 所影值出錯了 看一下是哪邊有出錯 value 會不會是抓資料有問題嗎 一、二、三、四 四個 這邊的話也是四個 一、二 所影值 index 哪邊有錯 哪邊有錯 還是網路連線的關係 當然呢 主要是這個網址 我沒改到啦 理論上這個應該是 從貼一下都OK了 那把它print了出來 可以看到 那總共就會有這些資料 815個資料 就全部列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850個資料的話 它就是 不亂呼籲就是什麼 它的title 然後 它的unit unit是哪一個單位展的 這個是什麼題目 然後哪個單位 然後哪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然後哪個什麼展 有沒有 在哪裡 這是金山這個圖書館 然後哪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不過啦 這樣已經算是清楚了 不過其實 當然如果你要閱讀的話 最方便當然最好是可以幫我 把它直接 變成一個csv 再一次又打開 好像會比較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個問題 因為這個沒有編號 它好像預設裡面的資料裡面 好像是沒有放編號 它的欄位好像沒有叫ID的吧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那變成 它只有version 版本 有沒有 它好像沒有什麼 什麼 編號多少的 OK 所以如果沒有編號 那變成說 我這邊 假設我要想個辦法 最好我這邊再加一個編號 那如果要加一個編號的話 其實大概有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說 你幫它編號 要不然就是 如果 這個回圈我是用for i的話 for i in range的話 那可以用i來當編號 可是我這邊沒有i 所以我這邊 我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增加一個變數叫k k的預設值等於1 也就是我編號從1開始 然後呢 我就在這邊 也許再 在這裡再增加一個欄位吧 也許這個欄位就是 再加一個大瓜糊 然後再加一個點 等於是說 本來四個欄位 那如果我要增加 第五個欄位的話 那我可以 前面有五個大瓜糊 所以for max 後面也要五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就是編號 所以k 就加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我必須怎麼樣 k 預設值等於1 如果你沒有把它加1 它變永遠都1 所以在哪個地方再加1 在print完之後 後面再加什麼 k等於k加1就可以了 把它加1 或者k加等於1也可以 兩種寫法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是直接磁型的話 就會多一個編號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是 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呢 這邊呢 幫我print的時候呢 在前面再增加一個編 就是編號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這個前面就編號了 有沒有 這樣編號就清楚了 ok 這邊就有編號了 有沒有 ok 好 前面就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些 可是問題 八百多個喔 說真的 在那個右下角這樣看 也不方便 所以你最後希望呢 如果這個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直接在椅子口裡面開的話 該多好 所以下一步的話 我們就要思考 怎麼樣把它存成 csv 好了 ok 存成csv 那存成csv 好像那個 上次上課有講到吧 其實就是兩個步驟 這兩個步驟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兩個步驟最好可以把它記下來 因為其實說 那程式 基本上就多增加五行 可是這五行還蠻好用的 存檔 那怎麼樣把它存檔 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步呢 先把我們要的東西先抓出來 ok 最後完成就長這樣的 這個程式 你如果覺得假設它ok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有放 雲端白板我是放在這裡 這個 第幾頁呢 第28頁這裡 ok 所以第28頁 反正這個是抓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邊的話 就是剛剛的這裡11 就是這一段 加這一段 也嘛 這邊其實也有個k 那存檔的部分在這裡 待會再來看